特朗普要向台湾收取保护费 黑社会老大让赖清德认清现实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纽约时报2024年10月27日专题报道 特朗普批评跨党派芯片与科学法案 并且要求台湾向美国交纳保护费 根据消息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周六 接受了美国著名的流行文化主播乔罗根的专访 在大约三个小时的专访当中 两个人天南海北的聊 乔罗根问了很多民众日常关心的话题 特朗普也讲了很多故事 体现一个接地气 当两个人谈到芯片法案和台湾的时候 特朗普看似很严肃的样子 他说 众所周知 台湾偷走了我们的芯片生意 他们需要我们的保护 但是他们没有为这项保护付任何金钱 黑社会还要求你交保护费呢 台湾为什么例外呢 有人问怎么看 特朗普终究是特朗普 说话总是那么的一针见血 台湾的芯片产业 包括台积电 联发科和月光半导体 技术全部来自美国 属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下放 台积电70%的股权在美国 只不过公司总部在台湾 台积电负责芯片生产与制作 在设计制作和封装的体系下 台积电赚取的是辛苦钱 哪怕他生产了全球91%的高端芯片 但是在特朗普眼里 工业制造和国家安全至高无上的情况下 台积电的确偷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 假设今天美国可以生产全球95%以上的高端算力芯片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这些闹心事了 当特朗普讲了这番话以后 我看到台湾方面的评论已经开始鸡飞狗跳了 美国这边的主流媒体比如纽约时报 也都在或多或少的替台湾说话 那么有人问特朗普的这番话应该如何解读呢 很明显 特朗普扒掉了赖清德和一切台湾小确性们的底库 让他们一丝不挂的行走在众人面前 黑社会老大让赖清德认清了现实 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 台湾需要向美国缴纳保护费 一句话完全的让赖清德利用高端芯片制造 来作为护岛神山的规划 化为泡影 我们知道 今年不止一次 赖清德在他的演讲当中 基本上都提到了 全世界向台湾看齐 台湾芯片制造能力举世瞩目 成为全球高科技领域的最重要环节 以及不可或缺的环节 依靠这个逻辑来推导 因为台湾有着几乎最完善的芯片制造能力 美国欧洲为了自己的高科技企业 也会主动出兵保卫台湾 台湾因此利用芯片生产这一优势 获得了战略上的安全 这也是赖清德护岛神山理论的一部分 但是我之前也说过 这个所谓的护岛神山理论 在现实主义的条件下 它是不成立的 所谓护岛神山 大前提是所有的人 包括美国和中国大陆都认为台湾的高端芯片制造不可替代 而且在台湾的高端芯片制造有助于各方的高科技发展 我们昨天在讨论金砖峰会的时候 我向大家介绍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潮流 在芯片领域也是如此 在中美科技战开战之前 在全球化秩序的引导下 在芯片领域存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分工 这个分工大体是这样的 美国负责技术输出和芯片设计 台湾韩国负责制作 中国大陆负责应用 最开始的中国制造2025 也是要在美国主导的芯片设计制作体系下运作 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自主研发与制作 但是美国主导仍然占有很大一部分 但是当中美科技战打响之后 这个全球化秩序就不成立了 进而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框架下的国际秩序 当中美科技战打响之后 特别是美国开始对中国半导体领域种种限制之后 一方面迫使中国开启了自主设计 制作封装应用一整套半导体生产体系 这套半导体生产体系 有别于美国的垄断集团 与美国的体系分道扬镳 并且形成对立的局面 与此同时 中国大陆的自主研发和自主产业化 降低了对美国垄断集团的依赖 特别是降低了针对台积电的依赖 与此同时 当美国试图切断所有高端芯片 向中国出售之后 台积电的存在对于中国大陆的安全来说 已然成为了威胁 什么意思 之前我可以利用台积电生产的芯片 来提高我的发展 但是如果现在 你不让我拥有台积电的高端芯片的话 而且同时我可以制作有别于垄断集团体系的芯片 这等于什么 中国大陆的体系与美国西方垄断集团的体系 形成了对立 形成了竞争 一切属于西方垄断集团的体系下的东西 都可以被认为对于中国大陆体系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时候 在中国大陆眼里 台积电可以不存在了 当台积电三星都不存在的时候 全世界就必须使用华为生产的高端芯片 因为除了台积电和三星以外 可能就只剩下华为了 而保护华为的是谁呢 是中国的原子弹和东风快递 在这样的形势下 赖清德所谓的护岛神山 从战略角度就不存在了 因为中国大陆可以立刻发动解放台湾的战争 或者直接用导弹摧毁台湾的芯片生产基地 其中就包括台积电 当然了 在这个时候 我会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 这种不同的声音说 大野猫 你太极端了 不允许你这么极端 但是大家要仔细想一想 美国全面禁止高端芯片向中国出售的时候 它会阻断中国向上发展的机会 让14亿中国人继续过苦日子 难道这个情况不极端吗 让14亿中国人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 不让他们产业升级 不让他们过好日子 只是为了美国可以称霸全世界 难道这不极端吗 大家好好想一想 别忘了在现实主义的世界当中 没有什么国际秩序 只有丛林法则 既然特朗普不要哈耶克 美国要霍布斯和美国优先的话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这么做 如果你不让我使用台积电生产的芯片 那我就摧毁台积电 最后大家一块用华为 知道华为受谁的保护吗 受我的核武器和我的东风快递 它绝对安全 绕了这么一大圈子 让我们回到特朗普的这番话 就容易理解他所讲的角度了 其实特朗普在讨论台湾之前 专门吐槽了拜登的芯片法案 特朗普认为 美国的高科技产业 不应该严重依赖来自亚洲的芯片制造 美国曾经拥有全球 百分之三十七的芯片制造能力 如今不到百分之十 而严重依赖来自亚洲的芯片制作 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靠的 因为特朗普的战略学者们 曾经告诫过特朗普 说美国如果严重依赖来自亚洲的芯片制作基地的话 这些芯片制作基地 全都在中国大陆的短程导弹覆盖之下 你觉得这种情况它安全吗 而且这个体系一旦被摧毁 重新建立起来 则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那么美国是不是要严重依赖 中国大陆的芯片生产基地呢 这个情况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 所以特朗普才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 台湾需要向美国缴纳保护费 其实这是两件事 什么意思 首先一点特朗普希望的 或者特朗普特别想要的 是台积电尽快迁往美国 使得美国有台积电的芯片生产能力 当台湾没有了这个所谓的护岛神山之后 如果要求美国的保护 则必须缴纳保护费 美国就是这个黑社会老大来保卫台湾 但是我们也知道 如果美国与台湾达成某种情况下的保护机制 则必然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美关系的基础已经不成立了 然后会引发中国解放台湾的战争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为什么 根据特朗普的尿性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香港国安法 2020年5月 中国推出了香港国安法之后 有人问特朗普需不需要制裁香港 这个时候特朗普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不能制裁香港 我们一旦制裁香港 我们美国将受到最大的损失 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 我们不应该制裁香港 仅次而已 按照特朗普的尿性 如果是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话 当他拿到了来自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话 在这个时候 如果解放台湾的战争爆发 美国会怎么办 美国难道还会为台湾牺牲吗 如果是美国优先 美国拿走了台湾所有可以拿走的东西 那么台湾就可以完全的被牺牲掉了 这里的逻辑也非常通顺 因为这个时候的美国 在美国优先的前提下 台湾对于美国来说 并不那么重要 是可以牺牲掉的 那么这里边有人问 如何保护台积电在台湾的存在 如何保护台湾类以维系的芯片生产基地呢 答案也非常简单 台湾人可以好好想一想 大野猫也建议你们 好好的往这方面去考虑 台湾应该主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直接管辖的行政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 台积电和整个台湾芯片生产基地 将会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武器和东风快递的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的芯片制造能力和台湾的芯片制造基地就绝对安全了 到时候特朗普要再向台湾收取保护费 这个黑老大将吃不了兜着走 从哪里来 请滚回哪里去 到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想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